其实啊 夺取我初吻的人 不是我爷爷 他是谁啊 谁啊 班冬你可真健忘 就是你啊 我啊 讨厌 你不记得了 中学上体育课时 我们玩两人三步走 一步小心摔倒了 只有我 只有我 你老是这么健忘 重要的事情总是记不住 老是记那些没有用的 什么一张纸 不能对折九次 玛丽莲梦露 有六个脚趾头 猪 不能抬头眼望天空 历史书上的皇帝 永远都长成一个样 班尹早上起来 都要挠痒痒 憋气自杀是不可能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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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才是初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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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 你 这 这 这 猪头 原来是你啊 怎么了 感冒啊 没事吧 没事 干吗 你今天晚上不是要熬夜吗 我们都等着你拿大奖回来呢 贺喜还等着你的金牌牛肉套餐啊 就这饮药水啊 这就是生日礼物了 你把我想那么小气干嘛 我哪会拿这个敷衍你啊 手机费都充不起的某某人 还好意思说呢 什么 好了 我不跟你瞎掰了 今天要是没做我把你惨了 最好现在那个时间能够暂停 或者让时间倒退也行 每次这个时候 我都希望机器猫能够出现 然后把时间停止 这样我就有足够的时间 来完成这些事情了 你看你就会胡思乱想 好了 你赶快抓紧时间吧 我走了 拜拜 拜拜 稍微 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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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看来我平时真的是身无分文啊 怎么那时我没穷死呀 写得怎么样了 还有好多都没完成呢 来 先喝杯水 谢谢 我说你又要长大一岁了 一年又一年 好像每年都是老样子 是啊 小牧 你有没有想过 有些事情只能趁咱们年轻的时候去做 等再过几年 可能咱们就没有年轻的时候这种冲劲了 有啊 可是 我到现在都没有去完成 是吗 那既然有 为什么不去做呢 高三毕业典礼前 我写过一封信 然后 偷偷地等着她的出现 心想再不给她 就没有机会了 我等了又等 可唯独那一天 她没有出现 我觉得 有些事情 你不下定决心放手一搏的话 可能会一直拖下去 既然下定决心了 就要立即去做 那即使失败 咱们也不会后悔 对不对 这样的舒服 可这是一点都不能让人开心的 好 诶 关元 我问你个事吧 什么事 你工作的地方 是每天都能结账吗 要是要求的话 应该也可以 那你帮我跟他们说一下吧 我现在急用钱 什么事啊 没问那么多了 我现在急着用钱 一分钟也等不了 但是你现在在感冒啊 怎么着呢 再等你跟你好着再说吧 没事 我真的没事 而且我感冒不是因为你 可惜 你陪我去个地方吧 太好了 我终于熬出头了 走 你去哪儿 走 还有几个小时 来得及 其实 你原来写的底子很好 只不过呢 就是论证的过程有点复杂而已 但这个我没法教给你 因为如果不是自己去寻找的话 就远远也找不到最满意的答案 对吧 有事情 我又是正好 有人找到你 那是什么事 你去哪里 你去哪里 那你这么说 我怎么看你